大人面對天高節威脅 尤其南區 每一天都要有二十幾個政家 今晚林一廷就發現 對今晚十五個工廠 已經成為夢堂主心的完成 其中將對八月二八 南區台溫里這棟套體處 在火災過後 後少特別差點有決決 面對律師工廠變成風雨的破口 今晚要求企父一定要有 共濟的輕度 但快速應變的機制 騙馬也剪過什麼 唯獨起火的這一間 它置之不理 它在小犬颱風過後 環保局還曾在他們的屋簷抓到了決決 那我昨天去看 它還是長這個樣子 那在同一條巷弄 在這個禮拜新增了4例的登革確診病例 市長 我想要請問一下 在這樣的狀況 我知道我們在登革這個防治工作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怕遇到這種空污 或者是堆放雜物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去想一下 我們能怎麼來處理呢 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標準的例子 你要別的鄰居被它波及的 都已經處理好了 對 然後自己就變成 自己發生起火 央及鄰居的 那現在疫情也可能央及鄰居 因此呢我想說這種東西 雖然他們現在碰到家裡碰到變故 但是我覺得其實該怎麼處理 就該怎麼處理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方立書長 但是我會有可能一個情形 就是我們會直接具體做說 可能明天就去會堪然後 是我們今天下午 我們今天下午就要去會堪 會堪完 然後他有抓到 強力知青 如果抓到那個 這個資深員的話 該罰就罰 對 市長 但是我想要告訴市長的是說 陶貴仲基淳以外也接觸 選擇台南在10月2日 中間路 湖前路 將氣板出銷來刷 進行機車 沒有強制機車 兩大小到外的政策 不過需要也 充電路電 起車相應三回轉 機車沒有帶轉 那是在這裡 在交通的違規 對處市長也相當不來 探險是台南的立場 不過面對違規的屬性 警察局長表示 該開座就開座 來保障應路人安全 我們的新聞 顧文綺 林營公 蔡宏博德